是近期表现欧洲选手最突出的一位 获得了女子世界杯2012年的亚军 在这次总决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16抢8是战胜了韩国的名将 萧球选手金景俄晋级前8名 他们这种生存危机 所以他加大了对于这批人的体样力 包括他们肚子俩他们都来过好几次 是 我们看 他这个侧旋球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萨玛拉的这个 武器啊 闭门造车啊 现在可能不可能了 所以这个像萨玛拉这种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 但是他们真正打出来的运动员来说 他的天赋都非常小 好 我们稍后呢再请李小冬教练为我们做评论 现在丁宁是3比1领先 那萨玛拉的前几次 这个球的一些漏洞又能够暴露出来 昨天呢 经过一轮的较量之后产生了前8名 我们看到在第一时间加摩擦 浮现低 这个球很典型 就是它把这个速度和旋转力量都发挥出来了 包括有些变化 所以我就觉得它的功力还不错 所以虽然打法来说呢 它很时尚 但是它的位数多一些 中该赛的这个积分 现在前8名呢 还有 这个被称为最黑的黑马 来自瑞典的埃克霍姆 这位选手昨天啊 连续淘汰了中国香港的猛将江华军 江华军的这个功夫啊 也是经过这个千锤百炼的 就是韩国的唐瑞旭 前中国选手唐娜 很多老将 他没有参加足够的这种比赛 是不必的 但是也遗憾的就是说的 他还不能带到全世界这种 中央球运动 他能够参加够战术 这个总决赛的奖金啊 还是能够达到最高的要求 这个总决赛的总奖金高达 没什么 没什么 事件 也是在互相的借鉴 比如说我们的张继科南线 他也是吸取了欧洲人 比如说奥加洛夫波尔 现在也说是世界大同时代 大家都在互相引荐 互相学习 这要十比八 你又拿下了 那么这样丁宁经过了这场比赛之后